因为一直在看书 这段时间有几本传说中的作品出版 还有去年的国外获奖作 也在五月扎堆引进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读的书 事先声明 这不是一个讲故事的视频 每本书都只会讲一点点皮毛 詹姆斯获根写于1977年 硬科幻与本格推理的完美融合 作为科幻小说 入选了推特网友评选的本格推理100强 大家看到这会不会好奇 一本科幻小说怎么是本格推理呢 整个故事围绕一起命案展开 2027年 人类在月球上发现了一具人类尸体 而它竟然死于5万年前 科学家们就根据线索进行推理 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5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 当线索不足以得出结论 就再去调查新的线索 故事框架与本格推理小说没有区别 确实比现在的大部分推理小说 都有本格多了 首先感谢读客给我的定制妖风 这本字母表迷案是大山成一郎2004年的作品 大山成一郎是一位擅长写本格短片的作家 他的六本书都入选了本格推理拜斯特时 目前国内引进了这四本 我之前讲过《诡计博物馆》中的一个短片 《复仇日记》 他的作品有两大特点 一是没有废话 很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节奏 二是追求故事的意外性 只是想看悬疑的读者读起来也会很爽 字母表迷案总共四个短片 最精彩的是最后一篇 《歪的绑架》 书的最后一页也有惊喜 大山最新的新书 这个什么什么立即将出版 这本荣获了今年 也就是2021年 本格推理拜斯特时第六名 刚刚提到《大山成一郎》的六本书 全部入选了本格推理拜斯特时 字母表迷案是2005年的第八名 我在查询当年的获奖名单时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这套书刚好也在五月份再版了 看过我以前视频的观众对这套书会比较熟悉 作者仅用两行文字 把小黄文变成悬疑小说 韩剧《三六五逆转命运的一年援助》 这俩视频现在都是百万播放了 可能会有一部分观众 对《爱的成人士》中的六千字内容记忆犹新 我大概看了一下 应该是没有删点的 接下来介绍几本去年的获奖作品 首先是双冠王 心灵侦探城中翡翠 玩过逆转才怕的可能会比较熟悉灵媒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作家在灵媒师的帮助下 破解了三起案件 同时还有一条主线 一个连环杀人魔选择了灵媒师作为下一个目标 最后的一章 对决杀人鬼将前面的故事全部逆转 为了大家的阅读体验 这个视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如果想自己读的话 不建议先看书评 有些号称不剧透的书评 其实都剧透了 我之前介绍过 日本推理有三大奖 这本书击败了恒山秀夫的空屋 和金村昌宏的魔眼之侠弥案 获得了本格推理拜塞时 和这本推理小说《真厉害》第一名 三大奖不只有日本榜 还有一个海外榜 评讲对象是非日本小说在日本出版的一作 我们国内的陈浩基 周浩辉 陆秋茶 雷军 都入围国海外榜前十 2020年的海外榜前两名 关键词是谋杀 和伊富林的七次死亡 同时在五月出版 关键词是谋杀的作者 安东尼·赫鲁维兹 是19年到21年的三连三冠王 这本书的噱头很足 第一章只有七页 在这七页中不但发生了杀人案 作者还告诉读者 我在第一章中就埋了关键线索 但是很可惜 这个线索是一个一部分英国人才能概得到的梗 不是那种公平解谜的黄金时代小说 伊富林的七次死亡 是本悬疑小说 设定很烧脑 主角陷入了伊富林死亡的那一天 不断循环 有些观众可能会想 这不就是土拨鼠之日和即日快乐吗 但是主角不是伊富林 他要找到伊富林死亡的真相 一部分推理迷会说 这不就是希泽宝燕的死了七次的男人吗 但这还没完 主角是个灵魂形态 每次伊富林死亡后 主角附身的人都会变换 他可以从不同角色的视角 调查伊富林的死亡 而且灵魂不止主角一个 还有两个灵魂和主角竞争 谁先调查出真相 谁才能脱离循环 甚至主角还在调查过程中 遇到了附身其他角色的几天后的自己 正常人的脑洞还真想不出这种小说 这是一本推理小说改编的漫画 原作《黑色睡帘》是法国作家 米歇尔普希在11年的作品 获得了18年本格海外榜的第四名 中文版小说在去年已经引进了 讲述的是发生在法国吉威尼的杀人案 这座小村庄因画家莫奈而闻名 小说中运用了一个轨迹 这个轨迹正常来说 是没办法影视化 也不能画成漫画的 但这本《黑色帘》做到了 不仅把原著中的轨迹呈现出来 画方也与原著呈现的意境完美契合 个人觉得漫画比小说要好看 民国侦探小说收藏家 华斯比整理出版的民国推理系列 总共有四本 我最先读的是最后的这本 陆坦安的《李飞探案集》 作者陆坦安 是与程晓清孙了红亲名的 民国侦探小说家 这本《李飞探案集》 总共收集了11个短片 是1923年到1933年的作品 风格与福尔摩斯很像 里面有《物理轨迹》 还有《暗中暗中暗》 这竟然是将近百年前的国产推理小说 最后说到我最近想做的两个系列 一个是阿加莎的87部中文版作品 我之前做过《罗纪一案》和《帷幕》 大部分都有影视素材 在讲原著的同时 会介绍阿加莎在创作过程中的故事 另一个是近25年的 本个推理《败色时》第一名 之前只讲过《闲人RX》的现身 影视素材较少 需要自己画 我画画比较菜 还要学习一段时间 大家更期待哪个系列呢 期待的观众可以给视频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